这叫我们看云云众生 站在什么地方看 站在清净平等觉的这个位置来看 看一切众生 众生无果 自己一个错误的概念 以为永无 这个错误概念 在佛法的名词叫变迹所知心 用现在的话来说 大家容易懂的 就是一个抽象的念头 错误的抽象概念 它不是真的 都从原神 若得圣包荣誉等死 借是过去 虚音所感 远近退伍 何其何喜之有 这一生 得到 善的果报 这个果报 是他过去善音圣的 比如 过去财布实 这一生发大财 过去发布实 这一生 聪明智慧过人 这一生 健康长寿 过去深中 无为不适 这三种果报 财富 地位 聪明常寿 果报 他对神都得到了 过去深中 修的 这一生当中 应该得到 但是 还是圆呢 如果圆静了 佛报相静 圆静了 想完就没有了 他没有再走 你了解因果 四十真相 得到了 不会欢喜 射掉了 射掉也没事 也不会耿耿于怀 假的吗 哪来的得失 连身体都得不到 都控制 无法控制 活宽身外之物 所以他心清净 不受外面 环境干扰 得到 不生欢喜 射掉 没有怨恨 清净心 先起 得失从与 心无真净 心无真 心是定 习风不动 欢喜 是八风之夜了 喜怒爱落 无动于衷 明顺于道 明是尽默 他跟道 道士自信 就是 清净平等就 相应 这个叫 随于远远行 鲜守大师的四德 把这个摆在地条 随于妙用 明顺于道 就是妙用 真妙啊 真妙啊 得道 得道 没有欢喜 得道没有欢喜 舍去 没有烦恼 得实 不放在行程 一个人 一个人 能进入这个境界 急凶祸福 都没有了 这叫 这叫得大自在 真正利苦的路 真正是佛家讲的 显土 自在 以这样的心态 念阿弥陀佛 哪有 不忘神的道理 生到西方基督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在弥陀会上 大扯大悟 明行见信 时间一定是很短 不会很长 真正的理议